我終於呢 把 這個Lightseal這一台Z2喔 跟那個Sigbox中間喔 那個API Rest of all API給它測通了 怎麼做呢很簡單 其實有的時候真的是想太多了 因為 當我們用Putty的那個 Tailnet上去的時候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齁 其實我們的那個Z2 本來就是一台 很完備的一個Linux的座位 那個有完備的座位系統 它會有一個CURL的那個utility 齁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透過CURL去抓 齁 我們在Sigbox上的那個資料就好 透過什麼 透過Rest of all API 那我們怎麼做呢很簡單 你看 齁 你看 我其實就已經寫了一個 那個 只要用我們的 UNIS上面的那個Share就好了 齁 因為我們的CURL 你看 像我現在先把螢幕現在給它清除掉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我的Z2 其實是沒有位 因為在 在 在 這一次Megafair 齁 台北2017 我這邊沒有位 所以說呢 這個 我只能夠透過另外一台 UNIS的機器 但是它是用 那個 Wi-Fi的 來去 當 來去當測試目標 齁 現在呢 你看 CURL 這裡有一個 DashDash User對不對 齁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 C-Force 你看它這邊 其實就 就有那個 Group底下 有沒有 就 API Assess 對不對 齁 它這裡就有發給你 你要 你要用API Assess 進來的時候的 Login ID 跟Password 那 我們只要透過 CURL 這個 DashDash User 就好 所以你看這一個 齁 然後 去抓 HDEP Back End 這一個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 那個 C-Force 我們的API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那個 C-Force 上的資料是誰 我們先看一下 避免說 我們今天抓出來的是 是不對的 那就是一個 那就是 它是半全成的 可是 那 我們做成員的樣子 會照說 那一個 他可以搭 這個 很想 這個 很想 10月25日 下午4點5分 025 04 296 121 535 563 然後呢 我們現在 接下來 我們就來跑看看 我們是不是 可以透過 CURL 這一個 去把 剛剛的那一串 資料抓出來 你看 你看 抓出來一大串了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 我們要的那一個 喔 Device 22C30 D2 這就是C-Force 那個 每一塊 UnaBeats 的那個 V2S上面的 那個號碼 然後 我們的 DATA 025 04 296 121 363 有沒有 所以是這一個 沒錯 那我們要怎麼抓呢 其實我只是 透過一個 Shieldscript 我先亂看看 因為我現在在 在戶外 我是用我的 手機開分享 但是 還是一樣 可以抓啦 不過 他 不會像我們的 這個 喔 有了 你看 025 0429 6 121 535 63 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 那個 這個 這是我們 那個 Google上面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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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 CURL 剛剛回傳的 那一大串 Jason 給他丟到 變成 Dollar Sign加上 小擴龍 這樣就會變成 Shield下的 一個 Variant 然後我們再把 我們的 LAT 從切字串開始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Shieldscript下 在切字串的做法 然後 比如說 54就是 54開頭 抓3個 57開頭 抓5個 那你就是 從剛剛的那個 從剛剛的那個 Terminal裡頭 你去算 你要抓這個 025 504 這一個有沒有 他距離你 到底有 多少個 Bine 這樣就行了 前面這裡 到底有多少 Bine 你要Bine pass 過就行了 然後 這裡有一個 我把它換成 逗號比較好看 然後 就先讓CURL把它綁成變速 然後綁成變速以後 再把 我們的這個 資料抓下來 再切字串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字串 是不是就切到 那個 台北科大 那個重科管那一帶 在這裏 那裡 我們在這裏 沒有 有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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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切過來 衛星檢視 看一下 你知道嗎 這是在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生大 所以這樣就可以把同樣的Shield Spook 拿去Z2上執行 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以後如果是我們的智慧車門防撞系統 是真正拿去銷售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硬體只有賣Z2 那這個程式上的部分 證實可以透過Z2上的軟體 Shield Spook就可以抓了 這樣所以我們硬體不用換 只要加持軟體的功能 後端被AM的部分 一樣是可以去做 好成功 好成功